回归悲剧 去 蓝雪人分成上下两极 而把下极定名为回归悲剧 自然是指方天千方百计回归土星之后的悲剧而言 方天用尽方法回归的时候 并不知道他的星球已然发生了悲剧 但 如果他知道 他会怎样呢 当然 他一样会选择回去 他是无法在地球上生活下去的 原因十分简单 他不是地球人 这又不单是方天的悲剧了 几乎是所有生物的悲剧了 于离不开水 树塔离不了树 地球人离不了地球 土星人也离不开土星 生物的生活 有着遗传的对环境的局限 无法突破 很奇怪的是 在回归悲剧中提到了太平天国的一王室打开 而近日在写的魏斯里故事第六十几个 正准备以这个人为题材 而在回归悲剧中所述的那一段 不是重新孝山增补 是根本忘记了的 慧斯里1986 8 22